菲菲的人生都非凡过瘾 在拿锅铲之前 她其实是拿不搵食的记者 也是电台的DJ 不过最终 她没有选择留在传媒界发挥所长 而是决心走入厨师的世界 威色彩赋予生命和色彩 更加因为一次机缘 菲菲成为了Ricky张錦祥的徒弟 从此一步步走上女厨神之路 我在那段时间 因为我自己感情上遭遇了一些 不太好的东西 在那段时间, 我不太开心 跟我的前度 而最… 有一个契机就是 我去了Ricky师傅吃饭 是 那一餐饭本来我很不开心 因为对方不断出去说电话 亦漠视你, 大家难见 其实一直吃, 我一直流眼泪 很不开心 但是一直吃, 一直吃 我发觉我的心情是平复了一点 是 师傅做的食物很好吃 而在那一刻感动到我 也把我的关系转移 转移了 大概吃到甜品的时候 师傅走出来跟我们聊天 我说, Ricky, 你可否收我做徒弟 当时对面的人很惊讶 是, 做什么 我看着师傅 当时师傅就说, 看着我 然后说, 可以, 还可以 我说是说真的 他说, 我也是说真的 我说, 好, 我星期三就来找你 当初最开创时 就是师傅叫我做甜品 我不太喜欢做甜品 因为我不喜欢吃 而在做甜品的过程里 我没有那个… 满足甜品 也没有那条火 我觉得做辣食物很开心 由筹备, 由切菜马 由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很振奋 但做甜品我绝对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师傅后跟我说 为什么我要你学做甜品呢 其实就是因为 在甜品的世界里面 一克你也要计算得很准 是 差枝毫利 是 他就是要我明白就是说 所有东西你都一定要跟着那个做法 而我没有做西餐的底 他就希望在一个做甜品的过程里 让我理解就是做西餐 其实就是这么科学化 菲菲的人生 似乎跟食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妈妈煮得一手好菜 令她自小耳鱼目染 对下厨都产生浓厚的兴趣 之后她更加遇上 跟她一样对煮食充满热成的 另一半 陈启华Vito 两个原本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人 因为食字而走在一起 分后他们一起经营餐厅 每日并肩为梦想打拼 形影不离 厨房就是他们第二个家 但同时也是他们感情受到考验的地方 我们一开始做餐厅的时候 确实我跟她的感情有问题 有影响到 我直接打电话给女友失望 说她很饿, 我好像疯了 起餐的时候 真是想飞的马兜 然后又骗着我 叫她不要再说话 她觉得你吵着我起餐 又或者你态度不专注 然后她真的拿着马兜上飞 然后我看过去 我的眼泪已经流出来了 我觉得, 要不要这样 我又是老板娘 我又是你老婆 你不是这样 你不是这么恶死 然后完顧了餐后 她又把牛扒过来给你吃 因为我喜欢吃牛 她就说, 做事还是做事 其实我是疼你 但你做事的时候可否认真一点 可否以后不要这样 是 自此之后我就不敢 而日子一直推移 其实我已经习惯了 她有没有少许改变呢 有的, 其实她的火价 现在收了一点 是 收了一点 是 收了一点 没有以前初开餐厅的时候 那么兇的 是 不过也是兇的 也是兇的 一起餐厅的时候 就好像变了别人 是 所以客人经常说 她很好, 又斯文又等等 脾气很好 是 你先进厨房看看吧 是, 我说你过来跟她做事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曾经遇到什么挫败 令你有放弃的一刻 有的, 就是先生对我的批评 因为当时他谈我的拜盘 是 他就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漂亮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老头 他的能力, 他又拿了自己的标识 来判断我 是 我觉得有点不公平 是 在这方面, 师傅就对我好一点 没有那么严格 是 但是在先生的批评之下 我也自己开始真的用心去想 究竟我的摆盘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是不是很老头 我自己就开始上网 找很多相关的图片 然后参考很多西餐的摆盘 是 然后一步一步把自己的脾气 撕走 撕走 而今天, 到今天我再去摆一些 送出来的时间 摆盘的少了很多 是 但当然还是有 因为我跟他的距离实在太远了 他经常拿他的标识来衡量我 而且我始终觉得创作很过瘾 是 因为其实他的风格可以是好 但我相信也有人欣赏我的风格 是 对 老公Vito既严苛又认真 令飞飞也不敢怠慢 凭着努力和创意 一步一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厨 客人的赞赏成为飞飞的推动力 我很记得有一次是他吃的 菜单大概是吃我的辣宴 全辣宴 他们的职位是大概九千多 不到一万元 是 他给了三千元的提示 其实我很开心的就是 当他吃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 就是很好吃, 而且你很用心 最重要是我在外面吃不到你的创作 那就错了 是 其实那一刻我忍不住眼睛就打滚了 所以我经常跟自己说 我今天能够有机会煮给你吃 我一定会将今天这一餐 视为最后一餐 我知道很多一些明星客人 是… 很多都很支持你们 是, 他们也很好 Like E professional 例如欣智丹 丹尹的 丹爺 那他都是, 他 muchos次到家 那都有过富豪家 那也可以到傅 verified 也有过杜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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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好那еловd casa nous ن学不回答 是吧 你是要赋予生命给她的 飞飞和老公用心经营的餐厅 打理得有声有色 谁估到一场世纪疫症 将一切化整为零 客人取消订单 餐厅被逼结业 见到她和老公的心血化为污油 飞飞大受打击 餐厅给了很多心血 那些投放不是你不懂怎么说 是真的用了很多心机 由设计、由每个碟子、每个筋叉 每一条餐巾 你也是去看过、去找过 去做很多研究 每一件事都是自己的心血 看见自己的心血化为污油 其实真的很… 很伤心 很伤心, 很伤心 但也是因为我先生是一个很强的人 他也立刻称我起床 不要再沉下去了 是 其实我们做人不断向前走 如果你觉得这一刻是最惨的时候 其实下一刻就应该是… 你会见到彩虹 是 风雨过后, 总有彩虹 现在疫情缓和 飞飞和老公也开始筹备新餐厅卷土重来 忙着工作的同时 飞飞也很努力做好妈妈的角色 炮制的每一顿饭 都是用爱心和心思煮成的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煮的 煮给小朋友吃 我就要遮他们的口味 是 我就不多理先生了 小朋友, 我就什么都有了 西餐也有, 日本也有 韩国也有, 泰国也有 越南也有 希望他们不要闷 因为我女儿的性格很贵 不过她经常都很窩心 她就说, 你是最好的厨师 你每天都煮这么好吃的东西给我 而且我煮了一些好吃的东西 她真的很开心 有女女的肯定 再加上老公的鼓励 令飞飞有勇气踏上主战的战场 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厨比拼 勇至当头的飞飞 其实也有怯的时候 在创作上, 我很大胆 但是当她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某时候, 我如果自信心不足 我就会很痰积 我说, 我都拿不到奖 去参加做什么 然后她就说 那你去参与一下, 去体验一下 她说, 有什么呢? 我说, 输了很醜 然后她说, 有多醜 她说, 人家眨眼就不记得了 你提到, 今次参加完这个比赛 是不是真的不再参加任何比赛 不再了, 不再了 为什么 我这个比赛给了很大的压力 其实在比赛的过程中 我每天都睡不安 然后吃不下 我经常都强调的就是 烹调一定最重要的调味料是什么 是 是爱 在煮食, 在比赛的设计中 我完全发挥不到这个调味品 我觉得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是 或者等我有一天够强大的时候 可能我会再上次 我是一个很喜欢煮食的人 我不是红富仔出身 但是我会用爱去做我的调味料 大家好, 我是主线的菲菲 请 teles